而是出面调节 帮助消除误会 解决矛盾 更是一种支持 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支持 是避免冲突 消除矛盾和友好相处的重要原则 由于各部门在组织系统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和具有不同的功能 部门之间不但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而且还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 因此必然存在竞争 组织内各部门的地位差 功能差 既反映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也反映了相应的责任和贡献 这是组织系统各部门在协作过程中 存在竞争的客观基础 在组织内部 竞争是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和力量 具有使组织系统不断发生变化的功能 这种功能既可以使组织系统发生进步性变化 使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也可以使组织系统发生破坏性变化 造成组织系统不稳定 产生结构内耗与功能内耗 合理竞争要求部门之间形成一种正常的竞争关系 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努力实现组织系统的整体目标 在合理竞争中 既反对封锁信息 相互拆台 制造矛盾 也反对满足现状 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 特别应反对的是那种不择手段 尔虞我诈的轻压和竞争 组织系统部门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 如果涉及范围小 则可以采取协商解决法 即由相互冲突的部门 彼此通过协商解决冲突 协商时双方都要把问题摆在桌面上 开成布公 摆出各自的观点 阐明各自的意见 把冲突因素明朗化 共同寻找解决途径 如果冲突涉及面大 可采用仲裁解决法 即由第三者出面调解 进行仲裁 使冲突得到解决 这是部门之间 经过协调仍无法解决冲突时 才适用的方法 这里要求仲裁者 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最好是冲突双方都比较信任的 或者社会和法律认可的 否则可能仲裁无效 不过 不管用何种方法解决 领导者在此过程中 必须保持公正与政治 像天平一样不偏不倚 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 在长时间的对内对外关系中 必然会产生误解和矛盾 作为一名现代领导者 能否充分学会运用协调与沟通的技巧 消除误解和矛盾 对外取得理解和支持 对内使本部门成为一个 坚强团结的战斗整体 以成为衡量其领导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一个单位或部门 人们对某项任务或某个问题 在利益和观点上不一致是常有的事 有时甚至双方会剑拔弩张 面红耳赤 搞到十分紧张的地步 有人估计 领导者要花上20%左右的时间 来处理各种冲突 但这并不能证明领导上的无能或失败 冲突在人际关系中是固有的 不能回避的 必须予以适当的处理 方能形成人和的气氛 这需要领导者运用调停纠纷 和处理冲突的技巧 协调各方在认识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矛盾 那么如何来处理纠纷冲突和分歧呢 说来并没有现成的公式可循 不过领导者能不能成功的处理冲突 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领导者判断和理解冲突产生原因的能力 二是领导者控制对待冲突的情绪和态度的能力 三是领导者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来处理冲突的能力 具体说 解决冲突保证人和的方式 一般可以采取彼此谦让的方式 彼此谦让的协调方式 就是迫使争执双方各自退让一步 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协议 这是调停纠纷 解决冲突最常见的办法 这种解决办法 关键在于找准协调双方的适度点 无论调停政治纠纷 还是解决日常工作和生活上的冲突 要是双方团结起来共同行动 就不能采取偏袒一方和压制另一方的做法 而应该运用彼此谦让方式解决问题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 一只严口不齐的木桶 盛水的多少不在于木桶上最长的那块木板 而在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要想提高水桶的整体容量 不是去加长最长的那块木板 而是要下功夫依次补齐最短的木板 此外 一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 不仅取决于每一块木板的长度 还取决于木板间的结合是否紧密 如果木板间存在缝隙或者缝隙很大 同样无法装满水 甚至一滴水都没有 管理者要善于整合团队资源 让所有的人都能再维持在一个足够高的相等高度 以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作用 在对于团队建设的指导性作用上 木桶定律表现在不仅要做到没有明显的短板 还要保证每块木板结实 整个系统兼顾 各环节结合紧密无息 这其中就涉及群体与团队的概念 例如 一根没有磁性的铁棒 每个分子都在按自身的目标旋转 各自的磁性相互抵消 铁棒整体不显磁性 如同乌合之众 没有组织力量一样 这只能称为是一个群体 如果将铁棒置入一个磁场中 每个分子在磁场的作用下朝同一方向旋转 铁棒整体就显示出很强的磁性 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具有核心力的团队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需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团队 而不是一群各自为政的散沙 这就要不仅做到没有明显的短板 还要保证每块木板都结实牢固 在实际工作中 管理者往往更注重对明星员工的利用 而忽视对一般员工的利用和开发 如果企业将过多的精力关注于明星员工 而忽略了占公司多数的一般员工 会打击团队士气 从而使明星员工的才能 与团队合作两者间失去平衡 而且实践证明 超级明星很难服从团队的决定 明星之所以是明星 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人的起点不同 他们需要的是不断提高标准挑战自己 所以虽然明星员工的光芒很容易看见 但占公司人数绝大多数的非明星员工也需要鼓励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对非明星员工激励的好 效果可以大大胜过对明星员工的激励 家电的舞台上百家争雄 然而海尔一步一个脚印的跑在最前里 为什么 海尔的资本不是比别人厚 引进的国际人才也并不比别人多 人才素质不比别人高 一句话 海尔的高木板并不多 但海尔从不忽视每一个短木板员工 注重激发每一个短木板员工的潜能 使得其整体技巧不比任何高木板差 另一方面 海尔从产品研发生产管理 市场销售到客户管理的每个阶段都加强建设 从而在整体上的实力赢得优势 所以在加强木桶盛水能力的过程中 不能把高木板和低木板简单的对立起来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木板 与其不分青红皂白的赶他出局 不如发挥他的长处 把他放在适合他的位置上 木桶定律作为一个形象化的比喻 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不仅象征一个企业 一个团队 一个部门 也象征着某一个员工 木桶的最大容量 则象征着整体的实力 一个组织 不是单靠在某一方面的超群和突出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的 而是要看整体的状况和实力 一个团队是否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往往取决于其是否能完善薄弱环节 劣势决定优势 劣势决定生死 这是市场竞争的法则 在市场异常激烈的竞争中 作为一个管理者 领导一个团队 一个集体往前走时 必须要意识到 利用这个原理启发自己的员工 希望他们不要做团队中最短的那块木板 因为决定团队战斗力强弱的 不是那个能力最强 表现最好的 而恰恰是那个能力最弱 最差的落后者 影响了整个团队的实力 因此 企业要想成为一个 结实耐用的木桶 首先要想方设法 提高所有木板的长度 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 让所有的木桶都维持最高度 并把他们的力量有效的凝聚起来 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团结合作 同心协力 发挥团队的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管理者不应当将眼光 只投注在优秀员工身上 而应当多关注一般员工 时常对他们进行鼓励和表扬 对一般员工多给予鼓励 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激发他们的潜能 在工作中做出更好的成绩 达到短板变为长板的效果 有一个企业员工 由于与主管的关系不太好 工作时的一些想法不能被肯定 从而忧心忡忡 兴致不高 刚巧 协助单位需要从该企业 借掉一名技术人员去协助他们搞市场服务 于是 该企业的总经理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派这位员工去 这位员工很高兴 觉得有了一个施展自己拳脚的机会 去之前 总经理只对那位员工简单交代了几句 出去工作 既代表公司 也代表我们个人 怎样做不用我教 如果觉得顶不住了 打个电话回来 三个月后 协助单位打了电话 你派出的兵还真棒 我还有更好的呢 该企业的总经理 在不忘推销公司的同时 着实松了一口气 这位员工回来后 部门主管对他另眼相看 他自己也增添了自信 后来 这位员工对该企业的发展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这例子表明 短木板只要加以激励 将其置于适合位置 就可以使短木板慢慢变长 从而提高企业的总体实力 人力资源管理不能局限于个体的能力和水平 更应把所有的人融合在团队里 科学配置 好钢才能够用在刀刃上 木板的高低与否 有时候不是个人问题 是组织的问题 因此 企业管理者应该多发掘短木板员工的长处 加以激励 让他们变成长木板 从而更好地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 现代企业的团队建设与木桶理论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一个团队的战斗力 不仅取决于每一个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协作 与配合的紧密度 同时 团队给成员提供的平台也至关重要 领导在团队整合与建设的过程中 重点是要做好三项工作 一 团队建设的重点之一 补短板 短板不单单指团队中的人 也指团队缺失的核心能力 劣势决定优势 劣势决定生死 这是市场竞争的残酷法则 这只木桶告诉我们 一个团队的整合与建设 一是要协助个人 把最短的一块尽快补起来 二是要把管理者中存在着的一块最短的木板 迅速将它做长补齐 一个优秀的团队管理者 我们必须让团队的能力均衡发展 如果某些环节不到位 脱节了或太弱 就会阻碍团队的发展 必须下力度 及时的急于补上 因为在某一环节能力的缺失 就可能给团队致命的打击 由于核心管理者的短板 会导致整个团队停止不前 二 团队建设的重点之二 团队协作与配合 加强团队的紧密度 首先在工作过程中 应善于营造团队氛围 提倡鼓励和强化 每个成员的团队精神 教导成员关注团队目标 努力去完成团队目标 防止个人主义思想蔓延 其次 做好团队分工 合适的人站在合适的岗位 比如 木桶的A位置 应该占一个足够胖的人 才能使木桶密不透水 不留缝隙 可如果我们安排一个 骨瘦如柴的人 即使他再高也不管用 第三 强化团队的向心力和控制力 充分发挥管理者的影响力 有意识地强化领导的核心作用 使团队成员自觉主动地 团结在管理者周围 紧跟团队的步伐 三 团队建设的重点之三 打造优秀平台 没有好的桶底 木桶就像竹篮打水一场空